以精湛的技法考究的用色 呈现藏传佛教的唐卡艺术 唐卡绘画艺术渊源流长 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是藏传文化的智慧结晶 来自布丹国宝级佛学博士 堪布尼玛仁波切 是一位精通唐卡绘画的上师 陈丽卿与前身姻缘有关的故事 堪布尼玛一介观修 将绘制堂卡 视为禅定佛法修行的过程 所绘堂卡严格按照点籍和仪轨 庄严神圣 每一笔每一根线条都充满能量和灵性 具有殊胜的神秘力量 堪布尼玛仁波切 17岁开始画堂卡 最近超过40年 说画的多是免堂派 绘制堂卡的功力深厚 比出细腻 画意精湛 风格华丽典雅 喜欢追求最漂亮的画法 说绘制的堂卡 法度严谨 唯妙唯笑 造型完美生动 即使不是佛教徒 只是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品 都可以受到加持 堂卡艺术 以其精湛的技法 考究的用色 完美统一的内容 而显得更加民主更贵 并成为世界文明艺术典长的瑰宝 95年 堂卡也被中国列入首批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十方新闻记者 莱英荣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